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日产车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耐用 性价比高 省油 但是最近几年的丰田却一直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本田CRV的刹车门事件风波未平 本田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2017款本田CRV机油越开越多的机油门事件 这个机油门其实就是本田CRV机油越开越多 机油乳化并且伴有刺鼻汽油味的质量问题 最终核心就是汽油窜到了发动机里面 导致了机油越开越多 最近长春的300名本田CRV的用户都坐不住了 一起拉横幅抗议 但是东本厂没有动静也没有回复 1月13日吉林300位车主顶着寒风大雪 在东本的4S店门口拉横幅抗议 尽管声势浩大 但是东本厂完全无动于衷没有回应 车主们只能在第三方的监督平台上投诉 平均每天都会有10条以上的投诉发到第三方 但是这个投诉也只是发了上去 至今也没有什么回应 很多车主说自己存了大半辈子的钱 就抢买辆口碑好的车 结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太失望了 太生气了 尽管车主拉横幅 再往上投诉其实都是被逼无奈 还不是只有眼巴巴的等制造商的回复 后来CS店把情况转述给了制造商 制造商却说这是由于行驶过程中 混合气体进入发动机取轴 气温降低后会液化 导致机油页面上升是正常情况 可以免费给车主们更换机油 这个也太坑爹了吧 说白了就是制造商不想承担责任 而购买新款CRV的车主 就是制造商的小白鼠 关于这事你怎么看